HELLO 大家好 我是看到技嘉和美少女就會興奮的 鋼彈模型製作家千賀艾爾莎 這週更新一次推出了兩隻近身UR狙擊 分別是茉莉以及妮雅 那如果你有跟到實況的大概都已經知道答案了 那如果沒跟到的話 那我就來簡單的講一下 這兩位狙擊角色值不值得抽 首先茉莉以及妮雅都是普遲常駐的角色 而專用機則都是期間限定 基本上只需要考慮要不要抽機體而已 所以這兩週獅子上也算是純金票週 那麼角色強度的部分我們就分開來講 妮雅這一次已經是第二次復刻了 而且之前的活動也有抽過雙池的機體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入手的話 那就要看你有沒有想要打PVP 妮雅因為是舊時代的角色 即便晉升成UR 五回仍然比不上新時代的寵兒 而且技能組也沒有任何的被傷加成 即便升到UR在PVE的傷害 也僅僅只有27-32萬左右而已 勉強可以擠進T3 但如果是有在打PVP的話 妮雅搭配效命晶片 20%機率暈眩3秒 在目前仍然是很強勢的控場角色 所以如果還沒有入手妮雅又有在打PVP的話 可以考慮抽專用機喔 那如果是只打PVE又不收場就跳過 再來講一下茉莉 茉莉的角色設計相當矛盾 雖然擁有高達110%的傷害倍率 以及25%的攻擊加成 但1、3、4、5技還有天賦 卻全部都是自保技能 結果就是茉莉穿上專用機之後 變成了遠程的自保型坦克 不只打不痛、坦不到傷害 還沒有保牌能力 所以我其實搞不太懂 茉莉被搞成這樣了到底是要你何用 而且如果要拿來當作控場型的坦克打PVP 茉莉的整個技能組又都建立在大招的狀態觸發 而偏偏茉莉的回能又非常的慢 導致PVP的效果也很低下 而PVE的輸出又只有12萬左右 甚至比9條還低 所以除了收藏之外 基本上是不太建議抽茉莉的專用機啦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次 茉莉以及妮雅的角色減評還有入手建議 那每週四晚上8點 我都會開在重裝戰機的實況 聊聊當週的更新或者是新情報 有興趣的話也歡迎一起來收看 那麼我是千尔愛爾莎 我們下部影片見